这是今天市场新鲜买的蛤蜊 在这个水里面 滴入点油 静置两个小时 让它们涂干净泥沙 削好皮的丝瓜 切成滚刀块 擀干净的蛤蜊板不用清水都洗几遍 锅里热油把丝瓜放下去炒香 丝瓜先稍微炒一下就捞出来 不用洗锅直接倒入开水 加入刚刚切好的姜片 然后把蛤蜊倒进去 煮到蛤蜊开口了就把刚刚炒好的丝瓜倒进来 然后加少许盐 一点点胡椒粉 把滚起来的这个锅沫烙掉 撒上香菜跟葱花 我们这个蛤蜊丝瓜汤呢 它做法简单 然后做出来的汤特别的鲜甜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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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